姜粉治愈腿痒案例 2020年1月 半夜被小腿痒醒 不自觉的用手挠痒 2月小腿出现小红包 估计是挠痒后出现的 2月22日 用姜汤洗 用纸吸干表面的水分 然后撒上姜粉 盖上干净的纸 最后用保鲜膜包裹过夜 2020年2月22日 3月 温热的姜粉泥敷在表面 吹风机吹干 破皮流水就撒上姜粉 再用无菌纱布盖上 穿秋裤固定纱布 保持喝姜汤 杜绝含量 2020年3月15日 2020年3月17日 2020年3月22日 4月 我体会到整个过程中 还要减少水的用量 不用姜汤及姜粉泥 2020年4月8日 改用卸妆棉 吸取少量滚烫的姜汤 拍打皮肤表面 随即用姜粉轻柔地搓 一周后窗面减小 并逐渐恢复肤色 操作过程 操作过程 稍稜就在这里 sculptures 操作过程中 对 退桃 跟食品 姜粉搓揉的力度可以逐渐加大 搓揉之后 养力级消失 用姜粉搓破红包 能很快止住流眼 隔天结痂 2020年4月22日 5月 基本痊愈不再痒 感谢张医生和他研发的原始点医学 2020年5月12日 后继感想 原始点至张医师研发 且无私奉献给全人类以来 但凡认真学习 努力实践的人 都脱胎换骨肢底康复 世人不断实践 张医师不断更新 原始点的理论也越来越清晰 在最新的讲座中 乐园直达确实很关键 我的腿起初算是轻正 但面积不断扩大 阳也并未消失 除了坚持早碎 并且整天喝姜汤 每次用姜粉泥或姜粉搓揉并包裹好后 都会用红豆袋温敷1-2小时 痒的感觉会消失 但是不见痊愈 反思后减少水的接触 连洗澡都减少 不用姜汤 姜粉泥 而是少量烫的姜汤拍打后 用姜粉搓揉 操作容易 见效也更快